欢迎大家收看《六度挑战》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海危局一触即发 以美国为首的各类专家和军界领袖一再发出警告称 中国即将对台湾发动攻击 他们甚至提供了北京下令攻台的具体时间 请大家收看 德语媒体 台海危局一触即发 随着台湾大选的临近 中国也明显加强了对台湾的文攻武吓 而中国军机战舰在台海的活动越频繁 双方擦枪走火引爆冲突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 德国之声中文网 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称 北京当权者虽然一再宣称 他们会优先考虑和平统一的选项 但却一直拿不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方案 而与此同时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一再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不能一拖再拖 这天题为台海危局一触即发的评论写道 以美国为首的各类专家和军界领袖一再发出警告称 中国即将对台湾发动攻击 他们甚至提供了北京下令攻台的具体时间 2035年 2027年 甚至是近在咫尺的2025年 这类警告需要审慎视之 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 Mike Minahan年初有关2025年就会发生战争的警告 主要是讲给美国国内听众的 他更是强调美国军队急需战略调整的警示 即将重点从过去20年的反恐战争 转移到同中国可能发生的大国冲突上 这些警告同时也是向北京发出的信号 1979年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终止了同中华民国台湾的官方称号的安保协定 但美国仍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武器 并保留了在台湾遭受攻击时进行军事单预的选项 只是不就此做出正式的承诺 这就是著名的战略模糊原则 评论作者对台海局势升级的几种可能场景进行分析之后 得出结论称 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是引爆台海冲突的最大隐患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就需要建立防护栏机制 换言之 就是要有阻止事态升级的规则 敌对的超级大国之间也完全有可能制定这样的规则 20世纪60年代末 苏美军舰之间曾多次险些发生冲突 这两个武装到了牙齿的何大国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因此共同制定了海上事故协定 直至冷战结束 该协议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但中国显然对这类协议毫无兴趣 北京领导人认为 所谓防护栏只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快速崛起的伎俩而已 而他们也坚信 中国的崛起理所当然 在中国人看来 解决这个问题另有途径 即美国人应该尽快滚出中国的附近海域 其内在逻辑很简单 如果没有美国海军在这里 也就没有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北京认为 无论是台湾海峡 还是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海域 以及东中国海的部分海域 都是中国的领海 尽管北京也曾参与起草现代海事法 其理念同中国的主张大相径庭 但北京对此并不理会 而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 捍卫在上述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力至关重要 因此 今后也会不断派遣军舰在此间来往穿梭 这恰恰就是危险所在 野门的胡塞武装 对红海航线上的货船发动袭击后 美国启动了一项名为繁荣守护的海上行动 参与国包括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巴林 挪威和西班牙 商报发表评论称 同红海航道相比 台湾海峡的安全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 而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 下一场灾难正在不断逼近 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的作为越来越咄咄逼人 一旦此间的航道遭到封锁 即便只是短短的几天 都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作为出口大国 德国并没有为这些潜在冲突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没有必要的海军力量 以便在发生冲突时进行有效的干预 当然 正常人都不愿看到 国家的资金被用来购买军舰和其他武器 而不是投入到教育领域或修桥驻路 但是 为了捍卫和平和繁荣 这样的投资也是完全必要的 红海的局势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篇文章的标题 台海危局一触即发 这种标题 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预告片 充满了戏剧性和紧张感 但是 对于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来说 这种标题显然是过于简化和夸大了 这就像是把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 简化成一道小学生的加减法题目 显然是不合适的 文章中提到 以美国为首的各类专家和军界领袖 一再发出警告称 中国即将对台湾发动攻击 这种说法 不禁让我想起了那些在街头大喊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家 他们总是用最恐怖的场景来吓唬人 但实际上 他们的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 同样 这些所谓的专家和军界领袖 他们的预言也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来支持 文章中还提到 美国空军上将米尼汉 Mike Minahan 年初有关2025年就会发生战争的警告 主要是讲给美国国内听众的 这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剧本 充满了戏剧性和紧张感 但是 对于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来说 这种剧本显然是过于简化和夸大了 文章中还提到 北京领导人认为 所谓防护栏 只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快速崛起的伎俩而已 这种说法 就像是把中国领导人描绘成一群阴谋论者 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 但实际上 中国领导人的思考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文章中还提到 在中国人看来 解决这个问题另有途径 即美国人应该尽快滚出中国的附近海域 这种说法 就像是把中国人描绘成一群好战的人 总是想要把别人赶出去 但实际上 中国人的思考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充满了偏见和误解 对于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就像是一个外星人 试图解释一个专业的科学问题 显然是不合适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条 关于台海危局的新闻 不得不说 这篇文章的标题确实很吸引眼球 但是对于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来说 这种标题显然是过于简化和夸大了 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所谓的专家和军界领袖 对台海局势的预测 但是他们的预测 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来支持 这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剧本 充满了戏剧性和紧张感 但是对于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来说 这种剧本显然是过于简化和夸大了 另外文章中还提到了 中国领导人对于解决台海问题的思考 这种说法将中国领导人描绘成一群阴谋论者 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 将中国人描绘成一群好战的人 总是想要赶走别人 但实际上 中国领导人的思考仍比这个复杂得多 中国人的思考也仍比这个复杂得多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充满了偏见和误解 对于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解决台海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而不是简单地从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台海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